好 那我們要談的是有關的 OpenAI的Whisper 特別是能夠 在使用 Cuda版本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Cuda其實是差很多的 如果只是跑CPU版本呢 對有一定長度的一個 語音檔來講那個 計算時間確實會蠻 蠻長的 好 這邊如果我們繼續 先前處理再加上 我們會入Whisper 我們一樣也可以在Local端啊 這樣完成 所以這個當然主字稿 這樣大概運作的時間會有一陣子 畢竟它是跑CPU的 那我們希望能夠試試看它 GPU的威力 當然就是 一種方式就透過雲端電腦嘛 像Google Collab上面它就提供 好 那我們就先像我們的畫面呢 切到 相關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一種解決的方案就是 透過Google Collab的雲端 好 那 在這上面就可以使用到 酷打版的 的 OpenAI Whisper 這樣一個軟體 那我們先前 在我們Local端電腦要安裝 雖然安裝也不算失敗 但是也只有將 CPU的版本把它裝起來 好 好 好我們進入我們的 Google Collab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要連線 齁 連線之後然後確定一下 我們的 自行 階段的類型是不是 GPU 如果不是的話當然叫做修改 然後 再看看它裡面所提供的 些內容 好所以我們這邊點到這裡 它確實我們是採用GPU 的計算方式 我們這邊如果不是的話我們這邊就要點 變更執行階段類型 這邊有幾個選項 一般來講的話大概都是Long 我們選用GPU 那我們當然目前是沒有付費 好所以這個這邊的話我們大概 這個我們先不關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個當中 執行的一個 使用記憶體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超過它所提供的當然就會 就當機嘛 好接下來我們看 呃我們在因為我們採用 GPU的話我們當然要看它的 呃 NVIDIA的那個 它所提供的一個版本 好所以我們下這邊一個系統指令去查閱 好這邊我們還是把它關起來好了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 呃 Google雲端的 庫大版本是12版 那 一般來講在Windows的 庫大可能是 11版甚至更低一點 是第4版 好所以這個版字上是有相當的一個差距了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就是要做的就是安裝 好 那不要忘記前面加上驚嘆號 PIP Install 嗯 嗯 減大寫的U 然後我們的那個 套件名稱是 Open AI 減 Whisper 好這個安裝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這安裝看看它所需要的其他的 呃相關的一些套件 其實這個安裝不會太久了 那 OK19秒機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在下一個指令 下一個指令就是 呃 我們要把我們之前 呃做好的那個 檔案我們上傳到Google雲端上 那這邊的話它其實它以 呃這邊 呃左下角這邊它有程式 片段 程式碼片段我們把它打開 當中應該是有我們需要的我們這樣我們就 呃 不太需要說自己去code 呃它這應該是 上傳到 從Local端上傳到 Google雲端的 所以這應該是Open file from your local file system 呃應該就這個 呃就是唯一這個 呃這個我們可以把它關起來 好所以這邊很清楚 呃它就是Google collab的裡面當中的一個套件叫做files files裡面當然有 upload 跟download 這個我們可能都需要 這個可以 透過這個套件我們可以作為 呃Local端跟雲端之間的一個溝通 那我們當然要先要上傳 啊 通常來講要上傳時間會 比較久 呃我們只要上傳一個檔案 好 好所以我們上傳的這這個我們在最後我們 多加一個 然後多加一個 呃 我們要檔名我們還是用一個變數去裝 好所以x應該等於fn 好 好 然後呢我們在執行著命令格 然後我們選擇檔案 好就目前這個 它是MP4檔但是它沒有畫面 只有聲音 呃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大小其實 就9x28K 所以OK 上傳的時間 會比下載時間久很多啦 所以我們這邊 盡量要用小的檔案 如果說檔案過大那個 確實會花掉不少時間 OK這個檔案上傳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 下一個命令格我們 要看我們x是不是真的是擺那個變數的名稱 實行一遍 OK 所以擋名都OK了 然後我們再去加我們的 最主要的命令 那最主要命令當然就是我們這裡的 OpenAI dash whisper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當然要先將我們的 whisper 要將它import進來 沒有把import進來什麼都 沒得玩 whisper 好 應該OK嘛 裝好了 就不會有問題 匯入 這個套件 好下面 就是剛才我們在簡報 或者在 LOCAL端所看到的 那三行最重要的指令 所以我們採用的模型 是 whisper 當中的 呃我們要去 Load它的model 應該這個沒有問題 他應該 這個 然後裡面圓瓜糊 呃我們需要的model 我們採用 Large Dash V2 那 這個它會下載蠻久的 好下載蠻久的 那所以我們讓它獨立一個 等它好了 好了之後我們再繼續進行下面的 運算 我們可以看到啊這個model檔很大喔 2.87 87G 非常的大 好光下載的 就有一段時間了 我來不見了 下載蠻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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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可以看 他自己的 比 在 我們 說 這 兩 所以完整的匯入这个训练档 它需要的时间是49秒 好,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更久 应该是不会更久啦 因为我们的档案不到一分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辨识 辨识的东西我们就放在result里面 所以我们就采用model 当中的一个方法 transcribe 原刮壶 所以里面要摆的参数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档名 我们的档 我们档名是摆在X嘛 所以第一个参数摆X 第二个呢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参数 是要下language 应该是不太需要 除非它严重误判 然后呢 我们将result 当中的 哪个栏位呢 应该是 txt 这个栏位 这样要列印出来 那这应该是需要最长时间 而且是真正需要到GPU 算了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再把这边再点开 我们看到目前GPU 已经开始刚刚下载 其实就已经有用到了 好 那我们看看 希望不要超过它给我们的一个额度 给我们的GPU的RAMs到15G 好 所以 下载model档时间比较长嘛 辨识时间比较短嘛 因为我们那个档案其实不长 不到一分钟 那原则上它是中文 当然有一些误判啊 可能发音不准还怎么样的 我原则上大概 算是蛮OK的 好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嗯 它这个result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要 简单去看一下 然后不只是这个 test 这个栏位 我们如果说整个去看 其实它东西蛮多的 好 它应该是采用 嗯 OK 采用字典的形态 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要看 嗯 嗯 嗯 所以 你要有 Key 还要有 Value 在 在 在 result 我们套用 items 这个方法 然后列印 它 它的 Key 中间我们 就用 一般习惯的是用 冒号 做分隔嘛 后面 再加上 Value 好 因为我们总是要想知道我们到底得到的完整结果是什么 好 那 主制稿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想更进一步了解 呃 所以它在这里面 好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原则上 它有三笔 字典的 资料 第一个 Key 是 Text 所以就刚刚的就是 所显示的文字 第二个是叫做所谓的 啊 Segments 啊 它的片段 啊 片段呢 那这个我们可能 之后我们再花点功夫去了解 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它里面也可能对它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那 另外一个栏位 啊 叫Language 啊 所以我们要查阅它 啊 所辨识的 语言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啊 就知道了 是中文 大体上是中文啊 实际上因为我们谈论是跟程式涉及有关 所以里面也加上了很多的英文字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关心的应该就是 我们要将我们结果把它 整理成为一个 字幕档 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其他的套件 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 好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需要的套件叫做 whisp 他 当中的 Utils 当中的 Utils 要把它向上匯入 有了這個我們要寫成 字幕檔就容易了 我們再加 一段程式 所以我們 我們的writer 我們就寫一個w 就好了 writer呢是我們的get writer 那 它裡面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當然是講的是我們的格式 我們的格式是srt 第二個就是所在的資料夾 那我們就在 目前的資料夾 好 然後我們就用 w去寫 所以我們w 參數第一個就是 我們擺我們的result 後面呢就是擺我們的檔名 我們的檔名呢 簡單一點好了 就叫做 大寫L 點 srt 好 然後再來一步 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 一開頭我們是 有用到 google collab裡面的files 所以我們要剛剛是用到files裡面的 upload 所以現在要用到 download 所以就是files x 點 打個d d download 就一個 然後它比較慢一點 圓瓜糊裡面擺的大概就是 我們的那個 L 點 srt 好 然後 再執行 我們就可以將這完成的檔 下載到我們的本機端 好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啟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雲端去看 因為我們知道雲端 google collab雲端 它的電腦是 無邦圖Linus的電腦 所以 你要看的檔案其實蠻簡單的 就把它cat一次嘛 或者也可以用其他的 啊 python的指令 好 那我們就這樣看 所以它裡面是有時間的 啊 還有字 啊 剛好看喔 這是 錯誤嘛 啊 我們的index 所影值 它把它 辨識成 辨識成為 這三個字 但是這應該是蠻好 蠻容易處理的 喔 所以我們 之後我們可能再做一些 工人智慧嘛 我們人工智慧的部分 應該就完成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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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